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就是结巴不是我的错 结巴是你嘴的错 对对对 好 接下来掌声又是我们的三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宇宙大表哥 今天我就想当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报名 谁怼我我就怼谁 不想讲逻辑了今天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四号 大家好 好 我依旧是那个阳光少年 来自义安诸学六一班的林佳浩 鼓励 掌声呢 好 是你弟弟对吗 你弟弟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五号 展翼文 OK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继续说一下吧 我既然大表哥说还要当个报名 那我就反这来呗 我就走逻辑路线 我要用逻辑把你打封 就这样 好 这个可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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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孙一航 我的这个宣言就是 活得就好 活得就好 活得才能 活到最后 很质朴 接下来我们的七号 大家好 我是方晓睿 今天呢 我还想再拿一把那个 这个 这个勋章 因为我很想一直拿这个勋章 然后每次都能拿到 来来来 来来 我给你都给你 这个是我的这个 像大家可以满足我这个愿望 我给你敷衣100个 好 接下来 来 蒋军有请我们的8号 掌声呢 好 大家好 我叫林默 我来自一安音乐社 今天我有一个要求就是 假如我是个愿家 如果我说错号码了 大家一定要谅解 因为我这个人感觉有时候 脑子会短路 如果我是个狼人呢 狼公伴千万不要抛弃我 就知道吗 反正我希望我自己是个好人 因为这个脸就是一张好人的脸 反正说 你吃饱吧 你吃饱吧 谢谢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9号 大家好 我是封小狗 今天跟大家玩出更多的花样来 更多的套路 让大家感受到蓝莎的魅力 好的 最后是我们的 好 我们的社长 社长 大家好 我是何露露 小哥 不是 小哥哥 小哥哥 套路要分享一下 好 好的 答应完毕 好 我相信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呢 有的可能不知道咱们这个狼人杀 是怎么一个进行的流程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VCR 一起来了解一下 请看VCR 狼人杀的规则很简单 选手根据自己的身份牌 分为民和狼两个阵营 狼人每晚可以杀死一个村民 等到把所有村民或神民都杀死了 狼人就获胜了 村民是好人 所以晚上不能杀人 只能在白天大家举手表决 找出狼人 并处死 杀死所有狼人 村民就获胜了 为了弥补村民不能杀人的遗憾 他们中间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神明 女巫 在城区中分别有一次机会 可以杀死和救活一个人 机会宝贵 千万别救错了 猎人 猎人平时跟普通村民没啥区别 但是当他死的时候可以开枪杀死一个指钉的人 这正是死也要拖一个垫背的 预言家 这个就厉害了 预言家每晚可以验证一个人是狼还是民 当然验出来以后别人是不是相信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还需要隆重介绍一个重要身份 就是警长 之前不管你是民是狼都是天注定 但这个身份就不同了 大家可以自由争取 用自己的美貌智慧与才华 让大家都选你做警长吧 这样你不但可以决定发言顺序 最后还比其他人多出半个投票权哦 是不是很厉害很逆天呢 可是注意千万不要让狼当上了警长 不然很容易就全村死光光了 以上就是狼人杀的基本规则 怎么样是不是简单明亮又很刺激 好啦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我们的直播大家刚刚也知道 我们在第二局第三局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来一个线上的直播互动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竞菜系统 来猜一猜我们的狼人到底是谁 那么除了参与感 那么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啊 丰富的奖品 然后我手上的这个 日本原装进口的耳机 是送给大家的 那也希望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也能够获得一份幸运 那么我现在来想做一个调查 就是我们每一期节目 会有一个游戏王对不对 是的 还没有当过游戏王的示意一下 对 现在有个高级玩家 我们可以抱团了 我们先抱团吧 好 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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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拉狼人抱团 杀掉他们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会请道具小哥 把这个身份牌送上来 那么在我们整个一季的 可以上来 在我们整个一季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这个游戏王的一个选拔 那么本期游戏王会获得一个勋章奖励 本一季的游戏王会有一个神秘大奖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所有选手 都能够为了荣誉来加油努力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三秒钟的时间 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3 2 1 都确认好身份了吗 好了 好了 在正式开始比赛之前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我们比赛的规则 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 接下来 游戏正式开始 尽量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认 狼人 请确认 请闭眼 寓言家 请睁眼 寓言家 请验人 寓言家 昨晚你验的人是 寓言家 请闭眼 女巫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昨晚死的事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猎人 猎人 请睁眼 猎人 请闭眼 先亮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进入警长竞选环节 想要竞选警长的 请你手续告诉我 3号 5号 7号 9号 好 我们请9号先开始发言 9号这里一张寓言家牌 就是很少拿到这张牌 拿到这张牌呢 就要带领好人走向胜领 对吧 昨天呢 翻牌查杀这张7号牌 我本来想验林默的 但是怕他紧张 对吧 我怕他就是 待会我验了他 给他一个身份 他一激动一紧张 反而把 如果他是一个好人 反而把我的身份给做低 对吧 他是一个狼的话 他游戏体验就很差 所以我验了一下他旁边的方向位 7号 这张查杀牌 我要这个警徽 好吧 我的警徽留留一下吧 把我旁边都验完 因为我是预言家 经常呢 发牌会在预言家的身边 产出很多狼 生产出很多这个好几匹狼 坐在我身边 比我虎视眈眈 对吧 所以我先验这张8号牌 再验这张10号牌 对吧 第一天没验你 第二天要验你的 好吧 这是我的警徽留 先8号10 第一天查杀这张7号牌 今天晚上过了 好的 接下来楼请我们的7号 我这里是一个全场的预言家 他说他昨天遇了我 反正我这里是一张预言家 然后我昨天晚上呢 我验的是5号 然后5号他是一个好人 然后如果你们 反正不相信我的话 等一下如果猎人 会跳出来的话 就完全会交给猎人吧 反正我这里是一张预言家的牌 对 好 接下来5号 5号玩家发言 5号玩家这里一张预言牌 上来留预言的 留预言的 就是昨天晚上5号倒牌了 然后忙读了8号 但感觉自己好像读错了 然后就是那个 反正9号应该看身份 看应该是个假身份的牌 我现在 如果3号不跳预言家的话 那7号就是坐实的预言家 现在场上已经走掉一旋了 我现在身上有瓶血 我也用不出来 是吧 然后5号这边 就忙读了一个8号 就这样 过 好 接下来3号 3号这里是一张真预言家牌 昨天我查的是6号 6号你是我的金水 然后我这里说一下 就是我不管你们 是打花板子还是什么 那你现在刚在井上 你B11匹狼 好吧 7号B11匹狼 然后9号 你在前这位榨一个 你后这位刷 你是一张可进可退的牌 然后你也退水了 我暂定你是个好身份 好吧 就你在我这 然后你跟着我的票好吧 是一张真的预言家牌 然后我觉得场面上 好人的形式挺烈的 因为第一天晚上 就是女巫走了 我希望所有的好人 上票给我好吧 7号明显是被9号 炸出来的一张 没办法 不得已起票的一张牌 我昨天晚上查的是你6号 你是我的金水 好吧 我希望好人能投票给我 我是一张真的预言家牌 我要对得起我的底牌 我希望我能带好人赢 但我觉得咱们的开局 如果8号再是个民的话 我觉得我们开局 就挺劣势的 我们就得想办法去追刀 然后就是猎人藏好吧 猎人藏好 因为女巫已经走了的话 猎人就藏好好吧 好 发音完毕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考虑一下 这枚锦辉要交到谁的手上 5秒之后告诉我答案 5 4 3 2 1 好 恭喜我们的3号玩家 来 锦辉有情传递一下 那边楼7票了吗 我上堂下去 你呢 有什么想说的吗 然后我第一轮发言的时候 我再留锦辉留吧 好吧 因为我拿到锦辉了 我才有锦辉留 然后我给你们报 告诉我再报验人 好 经过昨天第一晚 我们的5号玩家 8号玩家 离开游戏 我们的8号没有遗言 有遗言 有遗言都有 编导 编导告诉我没有 那有遗言 第一天死的都有 我们的8号说出你的故事 好像已生无可恋 没有 来一首再见警察的音乐 拜拜 发言完毕 他发言完毕 好的 接下来我们5号 5号玩家 女巫走的 足备马上足够吧 不要拿这么眼神看着 我也不知道是谁 第一 我死了嘛 我死了倒牌 我也为好人做事 贡献是不是 然后9号玩家 一张扎身份的白 但是我还是建议 那个愿家摸一下9号 然后那个7号 7号已经飙朗了 一直跟那个3号刚着 我也不想说3号什么的 但是听这种发言的状态 直接来看的话 3号的状态 确实比你7号好很多 然后7号 我这里也先把 你看成一张被子豪 炸出来的一张狼牌 然后这把就那个初七吧 就这样 好的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警长 选择一下发言的顺序 你的左边还是右边 左手边好 现在是有三 这个场上有三个预言家 一个是7号 一个是9号 还有一个3号 3号大家都投他 那他就是 那他应该就是一个预言家 暂时我们还不能说死了 说3号一定就是一个预言家 这还暂时不能判断的 我这局还是先没看出来什么 先过吧 好 我这里 我确实是一个平民 但是 你这个精髓我也接 但是我总感觉 有哪里不对劲 但是我也说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7号 我觉得 在我眼里肯定是一个铁狼 对吧 然后至于9号退水呢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他就是一个村民 然后出来炸身份 然后他中途退水 有可能就是 给之后的预言家 就是提醒一下对吧 然后之后还得暂定好吧 好 过 好 7号 有什么可说的 过吧 好的 9号 就是今天在开始之前 就很多小伙伴都问我 就是什么是炸身份 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我刚刚在井上 给大家演示了一遍 这个就叫炸身份 炸身份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抢这个井灰 你不是预言家 你的底牌并不是 你炸身份的行为得来的是什么呢 你是一个好人的话 你炸身份有可能会炸到一匹狼 你说我查杀你 那个狼就很紧张 因为在狼的视野里面呢 他确实是一张狼人牌 你说你是预言家查杀他 他就会误以 他就会直接认为 预言家出来了 这个人是个预言家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把他炸出来 他很慌 他就不会考虑后面的事情 他就起来发言 可能就要挑预言家 或者一紧张就说漏嘴了 这个就叫炸身份 对吧 那炸身份呢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帮助狼人来做事情 就是狼人可以跳起来 假装炸身份 比如说我是狼 对吧 我炸一个人的身份 然后退水 我的队友来汉跳 这个时候我警下发言 我就可以说 我没有抢警徽啊 对吧 我是在帮大家做事情 我是在炸一个人的身份 对吧 我是在提供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叫做 炸身份的一个行为 那这把我就是一个村民牌 我只是上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到底什么是一个炸身份 好吧 那我9号玩家 这轮性理上的玩家 你也不需要来验我 你验一下那张4号牌 因为4号牌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确实有骗到我们 记得吧 就是他潜藏的会很深 他喜欢打这个影狼的时候 找不到 那么你有警徽流 你应该验下那张4号牌 我们现在女巫已经走了 而且7号牌已经认狼了 他都已经认狼了 对吧 他都直接过了 我懒得跟你们掰了 反正我们到了一个女巫 我待会自爆 我到个3号 找找猎人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告诉你 猎人常常好 猎人常常好 不要被找出来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认同了 5号是女巫走的 8号可能是个好人走的 那如果8号是个猎人被毒了 没办法开枪 那只能说 今天天气很差 我们好人开局雪崩 对吧 所以说不用担心 好吧 就是今天听你的验人 明天听你的这个 警徽流的验人 其他玩家 差不多可以自爆了 对吧 你可以刀人了 然后其他的狼的话 我觉得现在还判不到 因为没发言嘛 然后大家基本上 都投3号的 唯一有一个奇怪的是 1号玩家 慕子姐姐 她投的是这张7号牌 你投的是7号牌 那在我们的视野里面 7号牌是狼 你跟7号牌站边 那你要好好聊清楚 待会我给你一波机会 来聊清楚自己 好吧 7号牌都认狼了 她自己都认狼 你别上来告诉我 我不管7号就是一元家 这种话是不信的 好不好 10号 好 过了 好 10号 现在3号警长嘛 3号警长 他说3期是预言家嘛 7号跳预言家的话 我们这一轮肯定票7 然后后面嘛 就我看一下他们发言 嗯 好的 1号 好了 谢谢这个小狗哥给的机会 我要好好发言自言了 是这样的 我大概是刚吃完饭 有点泛气功心 然后呢 这个脑供血不足 所以 因为刚才我特别混乱 因为他其实7号说的时候呢 我是有点质疑的 然后到3号了 这个我们大表哥在那说的时候 他说 他说了一个那个女巫已经死了 我的想象又没有说谁 就是没有报谁挂掉了 他怎么说的这句话 是我漏听了什么是吧 所以我就没投给3号 就选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 警长 警长的时候我就投了给7号 大概是我漏听了什么东西了 我自爆了 但是我还是至于7号的 这个发言了 好 那么由于我们7号自爆 那么他可以有疑言 对 自爆的狼会有疑言 对要亮牌 翻牌就可以了 翻牌就可以了 3号冤家 女巫已经死了 还有一个猎人 你们自己早了 早到今天了 好 天黑了 再见 OK 翻译完毕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寓言家 请睁眼 狼人 寓言家 请睁眼 寓言家 昨晚 你咽的人是 寓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請睜眼 昨晚死的是 女巫 請閉眼 今天 亮了 經過昨天一晚 現在三號玩家離開遊戲 沒有疑言 請揮進去 沒有疑言 好 現在請信任警長 選擇發言順序 是三號的左邊還是右邊 我 什麼 左邊 三號的左邊 好 四號 這局勢肯定是 三號是真的是怨家 狼人把怨家刀掉了 現在只剩下一個獵人了 所以獵人一定要藏好 女巫也死了 怨家也死了 就是獵人要是藏不住的話 我們拼命肯定就game over了 所以現在七號是自爆 我懷疑是十號有可能是狼人 他 我懷疑是越不說話的人 可能有可能是狼人 所以他 我只是懷疑 十號可能是狼人 因為這局實在我沒有發現什麼 好 過 好 六號 你為什麼不把警惠留給我呢 我不是你的金水嗎 我心很痛 我心很痛 好 我這裡要說一下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通過剛才的發言吧 就是看一下那個 就是發言有滑水的跡象呢 我覺得應該就算是狼人 然後我看了一下 一號玩家他應該不是 就不是狼人 因為他發言也很邏輯很清晰 就說了自己怎樣怎樣 然後這裡狼人的話 就可以看一下到底是 四號我覺得也不像 然後這個九號肯定也不是 我就可能就是十和二中 肯定有一個 對 發言完畢 過 好 九號 警長把警惠給了一號 那麼一號是一張金水牌 對吧 廠商認定的兩個好人呢 是一號跟六號 那這一輪呢 只能在二四十當中出 我九號我自己也是個好人 我不可能偷自己吧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道理 那這一輪的話 應該是先出十 十二四 三個人當中出兩匹狼 對吧 就是二號牌 四號牌當中 應該有一個獵人 一個狼人 這把呢應該是狼人贏了 對吧 就是我們今天出十號牌 二號牌你是狼 四號牌你是狼刀二遊戲結束了 因為我看了一圈 確實平民牌坑都齊了 對吧 所以沒事 輸了就輸了 這把主要還是告訴大家 就是一些小小的細節 好吧 就你十號牌一定是一張狼人牌的 因為你上一輪的發言是什麼呢 我們在七號牌發言之前 還要判斷到底三跟七誰是狼人 他發了言他認狼之後呢 我才來判定 OK 這個七號牌是狼 對吧 我投的三號牌沒錯 但是你十號牌子 你的行為舉止 你從一開始 包括你投票給這個三號牌 你站這個三號牌的邊 是無理由的 是無理由的 你上來你應該發言說 雖然這個七號牌 緊下認狼了 對吧 但是我緊上投給三號牌的時候 是因為誰誰誰的發言好 誰誰誰怎麼樣 但是你根本不聊 反正你的潛意識就認 我知道三號是語言家 因為我是個狼 他又不在我狼團隊 對吧 這就是你的潛意識 那這個潛意識告訴我 今天出你十號牌沒有問題 但是也輸了 好吧 也輸了 就是我都跟你講了 你驗一下四號牌 一號牌應該不是個狼人 因為木子姐姐也會玩的好不好 好 還沒故意地投給七號牌 這個意思 好吧 先出十 然後明天的話看吧 那如果我判斷錯了 二四裡面沒有一個獵人的話 那可能就是木子姐姐 因為他的底牌很強硬 所以他在投票的時候 他無所謂 他自己能掰回來 好吧 這是我的分析 我這裡就是這樣村民 今天先出十號牌 我跟一號跟六號走 好吧 不要懷疑我是狼人 好吧 我真的就是一個普通村民 我在這煞被苦心給你們 你們分析 我出的都是狼好不好 過了 好 十號玩家 我這樣 這一輪出我沒事 我覺得狼人這一輪肯定贏了 因為票了七的話 應該還有兩匹狼 因為我們已經公認七是狼了 假如票我的話 還剩一匹狼 一匹狼再找到獵人的話 我就這樣說 我就這樣說 獵人假如還有一個獵人的話 他找到一個獵人直接撤掉 所以說 這一盤好人就是很難贏 對 發言完畢 對 棒 好 準備 那你還要需要有理言嗎 沒理言 沒理言 好 現在 真黑 閉眼 狼人 請睜眼 狼人 你選擇你要攻擊的對象 狼人 請閉眼 狼人 請睜眼 狼人 請睜眼 狼人 請睜眼 狼人家 走完你睜的人是 狼人家 請閉眼 女巫 請睜眼 女巫 請閉眼 先 亮吧 昨晚呢 我們的四號玩家離開遊戲 沒有遺言 現在與我們的一號玩家 我們的警長 確定發言順序 是死者的左邊還是右邊 右邊 右邊 2號 好 玩家發言 其實我是一個獵人 我其實隱藏了很久 所以這無容置疑 反正狼人肯定 1號跟6號 都是預言家的精髓了 所以9號你不用再裝了 你肯定是狼人 發言完畢嗎 發言完畢嗎 剛才我上一樓想說 我明白了一個道理 預言家對不對 他先驗了6號 等一下 我們的2號發言完畢嗎 好的 1號發言 那我繼續 然後他大概是第二天夜裡驗了我 然後我是個好人 結果他被幹掉了 他才把這個警戒交給我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我很聰明 好 9號 到我發言 就是我把坑挖給你們狼人跳 你們就瘋狂往裡跳 好吧 就是這把我們就贏了 好吧 我這裡是一張獵人牌 我覺得我藏著沒有毛病 就是不要來懷疑我任何身份 對吧 我第一天呢 是把7號牌給你們直接點出來 第二天呢 把10號牌直接聊直報 然後我挖了一個坑 我說你2號你是個狼人 你去刀4號你就贏了 因為那你們出一個狼一個獵人 4號你是狼人 你去刀2號就贏了 因為裡面出一個獵人 但是我怕我表現得太明顯 我故意說了一句 有可能1號也是個獵人 因為他底牌很強硬 沒有想到你2號信了我的話 把4號給刀了對吧 那我這裡才是一張獵人牌 就是沒關係 就是如何在一個女巫 在第一天被刀掉的情況下 並且女巫獨了一個平民的情況下 我們如何力往狂瀾呢 就是體現就在這裡對吧 狼人雖然知道的信息多 但是狼人他畢竟心虛 他也找不出來 我們只有一個神在那裡 今天全票出2號 我們遊戲就獲勝 好吧 不要覺得我是狼人 你要知道我出的都是狼人 好不好 我絕對是一張好人牌 我這裡就是一張獵人牌 過了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6號 沒什麼好錯 直接出門吧 好 那麼我還要提醒一下 我們的4號 關掉自己的燈 接下來的時間 考慮3秒鐘之後告訴我 你心目中的那個狼人 到底是誰 3 2 1 好 2號 別掉你 熊神哥 遊戲結束 我們的行民及神兵陣營獲勝 可以 可以 出不了 不錯 真的 我今天 我很感慨你知道嗎 然後首先我想問一下展依文 你當時是怎麼想的 當時我想的是那個拿到牌 我看到表情就看到789 我學的789裡面肯定出一朗了 然後我就試探性的看了一下 然後我發現林默的表情更像一點了 然後本來7號我也有點懷疑的 我本來想讀7的 但是我想了一下要把8讀了 因為8如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讀8 你會把8讀 但是我本來是準備讀7的 讀7的 好 是這樣 親兄弟名算帳 現在我給8號林默 本禁 你要怎麼懟他 首先把你的身份牌亮給他看 我哪兒錯了請問一下 展依文 我們這樣不是挺好的嗎 我拿到牌我看了 我一般拿到來 我一般都是 可能覺得俗人做 我今天拿到村民牌 我說好險的就這樣 我可能覺得是 我很輕鬆啊 我是覺得俗人做 因為你們幾個都熟人做 你們幾個都熟到我 然後我就帶你們幾個牌 然後排到你們兩個來了 就把你圖 沒事 我們贏了 贏了就贏了 對 贏了 我們贏了 接大歡喜 然後還有 我們這個狼人裡面 不是 我都沒有猜錯了 不是 我都沒有猜錯了 最後感覺就是 往坑裡跳 怎麼跳 沒辦法 你最後是怎麼想的 已經走到了懸崖上面 你說前一秒 你就沒有想過 9號就是獵人嗎 你有沒有感覺就是自己 倒塌的時候 已經歡呼去月了 對啊 我早就覺得他 像那個獵 你沒有覺得 但是如果他是獵人的話 那麼9號就一直 不用再幫你找神 沒有想說 9號他是一個好人 所以他應該幫你找神 不可能 我前面真的覺得 就是9號就很多狼面 你知道吧 他那一輪怎麼發現 他想讓7號自爆 然後不讓我劉景輝留 其實我那一輪驗人 我為什麼沒驗十號 我害怕他是個狼人 說實話 如果他是個狼的話 我景輝給6 你們不知道我驗誰了 然後我就想的是 我最好驗到一個好人 我把景輝給他 那你肯定知道 但是狗哥這把 太就是力腕狂瀾了 我覺得我們前面 真的好人 可以說是一個雪崩開始 因為狼一爆 我這個冤家 其實這個景輝的作用 因為你們不知道 我驗誰了嗎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前一輪 我沒交代景輝留 但我覺得就是狗哥 這把這個獵人玩得特別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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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來特別採訪一下 狗哥 這個真的太真實了 對 你怎麼想的 就是在關鍵的輪次 主要還是要體現出 就是神牌的強勢嘛 就是一開始就跟大家說了 其實持槍上崗 沒有什麼意義 真正的還是要藏起來 對吧 就是重點在哪呢 就是我無法分辨出來 別人的身份的時候 我會打這個坑位 來排好人的身份 通過好人的身份做定 來找出最後一匹狼 應該坐在哪個位置 那1號跟6號是我們的精髓 應該是好人吧 那我自己的底牌 我能看得見吧 我是個好人 那我無法判定的是 這張2號牌跟4號牌跟10號牌 那10號牌在上一輪 我聽出來了 OK 找到一匹 那我無法判定 2號跟4號牌 對吧 那這個時候簡單了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輪次 我只需要他們不把刀 落在我的身上就可以了 對吧 我是救一神 那麼我就會發言的時候說 那你們互懟嗎 你們2號4號 肯定出一個狼 一個獵人 留個影子 其實你2號牌要是刀1號牌 我起來 我可能還要通過發言 來判定你24到底誰是狼 但是你只要刀了那張4號牌 這兩個是精髓 我是獵人 你2號就是狼 好的 我打斷一下 我首先有請我們的道具小哥 把身份牌先收一下 好 狗哥還有什麼想交給我們小伙子們的嗎 我覺得就是反向思路要練習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正向思路 正面的思路已經開始有了 就是通過誰是預言家來判斷 跟他站邊的人可能是狼 那我們要逆向思考一下對吧 從逆向來判斷就是這個人 找到狗 是不是好人 團隊嘛 就是你看 比如說我們倆 我跟洛洛站邊這個 假如說我們站邊林默 那如果你無法從林默這個點判斷 他是不是預言家 你可以通過我們倆 你就講 這個瘋小狗跟何洛洛發言 都像個好人 那麼站邊這個林默的都是好人 這個人應該是預言家 你看 這個就是逆向的一個思路 可以通過這樣來判斷 然後上一局有兩皮狼自爆 是不是 7號 10號 都是被狗哥聊自爆的 其實還有一點 就是什麼 男生明4號和6號是好人 就是他倆在7號發言之前 還不怎麼認我這個冤家 都還有一點點的懷疑 所以說我覺得他倆 應該上一個平民的視角 只要7號自爆了 當時 好了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三皮狼 要接受自己的懲罰囉 我感覺連我也懲罰了 好沮喪 結冰的嗎 好 接下來的時間 有請我們的道具小哥 把我們這一輪的身份牌送上來 不要手刀我了好嗎 心好累的 不要手刀我好嗎 心很痛的 不要手刀我好嗎 心很痛的 好啦 我要提醒我們這個正在收看我們直播的 那麼從這一局開始 我們就要進入普通視角了 那麼大家在進入比賽之前 把這個燈都調亮 那麼進入普通視角之後呢 正在看直播的你 就可以通過我們這個競猜機制 來一起參與到我們這個狼人的競猜當中 那麼剛剛也有說過有豐厚的 包括人民幣 價值人民幣的獎品 還有這個窮貓幣 都會送到你的身邊 希望這份幸運都能夠來到你的身邊 接下來三秒鐘的時間 你們來看一看自己的身份確認一下 歡迎好 都確認好了嗎 都確認好了嗎 三 二 一 OK 那都確認好身份之後 我們比賽正式開始 天灰雞 請睜眼 狼人 請睜眼 狼人 請選擇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請選擇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這兩者請選擇 郎人 請閉眼 育言家 請睜眼 育言家 請睜眼 育言家 請睜眼 育言家 請騙人 昨晚你宴的人是 预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做完死的事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猎人请睁眼 猎人请闭眼 亮了 别睡了 他光要撤我眼睛 我得多那个 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进入警长竞选环节 请要竞选警长的 几手示意告诉我 1号 3号 5号 6号 好 接下来从1号开始发言 我是预言家 然后昨天晚上我验了8号 他是好人叫金水是吧 他是金水 他是好人 完了我想当警长的 还有原因就是 我上一轮拿到了这个牌 我不太想不太舍得让他走 发言完毕 好的 接下来3号 3号小玩家发言 我想了一下 上周五的时候 就是1号玩家 他是拿到狼都不焊跳的一张牌 所以我是挺相信 这个新手光环的 然后我是一张名牌 我没什么身份 我也不会抢这个警惠 我就想上警来说说话 给帮你们盘盘逻辑 然后我前面就只听到他的发言 我暂且信一点点 不是说信一点 信一半吧 好吧 看看后面怎么聊 然后我这边就退水过了 好 5号玩家 5号玩家这里是不想起 这个新手光环的 因为上周好像听那个复盘说 是那个1号玩家的狼队友 是想让他利用新手光环 来争这个警惠的吧 所以说这把我是回想 上周的场面 我是有点先不幸 那个不想站边这个1号的 如果这个6号跳预言家的话 那我先会听两位的发言 然后来判定谁是真的预言家 如果6号不跳的话 那我只能认定1号是真的预言家了 就这样 过 好 接下来6号 这里是一个预言家 然后昨天晚上呢 验了一下9号 他是一个好人 然后接下来呢 1号肯定他不用说了 绝对是一个一匹铁狼 然后接下来我要先验一下 这个 就验一下3号吧 先验一下3号 因为你之前说你有一半信他 你说你相信他的心所光环 我就得先验一下你 好吧 好 直接讲过 好 接下来我们锦下的小伙伴 考虑一下健美锦辉 你们要放到谁的手上 3秒之后告诉我答案 3 2 1 好 恭喜我们的6号获得锦辉 天哪 我们唱局的锦辉那么远 对不是大部分 来友情传递一下 帮我下锦辉了吧 好 说一下你的 首先为什么要第一晚上就验9号呢 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如果 就是如果是狼人的话 我可以通过他们的发言 我就可以大概知道 但是只有9号我觉得很危险 他如果要真的是狼人的话 我就觉得 那我可能就真的很危险 所以我就决定 要先验一下他 然后他是一个好人 好的 那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 经过昨晚一夜 我们是一个平安夜 那锦长现在你可以选择 你的左边还是右边开始发言 就从我右边吧 好 好 战一文 反正1号如果 反正我现在是暂时 先站边6号的 然后1号玩家 他那个什么新手光环 我是舞台性的 等我你好好聊 我现在先不把你打成一张狼牌 就这样 然后我第一个发言 也没啥可以盘的 看吧 如果1号玩家发言不好的话 我就会挂这个1号 就这样 好 4号玩家 我这局气票我没投 是因为之前6号 他一直是说自己是怨家 可是那每次都是狼人 我有点起怀疑了 但是1号我也不太相信 但是他们两个之间 肯定有一个怨家 那我还是站边6号吧 我觉得 那你今天去验一下 验一下3号吧 我也觉得他可能 有点感觉是狼人 有 只是有那么一点点 我不说全 我不说全部 他全部都是狼人 所以说预言家去验一下3号吧 好 过 好 3号玩家 3号小玩家发言 就全场除了4号7票 全都投给了6号对吧 还有8号 还有吧 你也7票了 是吧 那就是我3号玩家是 刚才我主要是给你5号说一下 我的想法是就是 他拿到狼都不跳冤家的一张牌 所以我说我在井上的时候 就是去 就是那次 就上一周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一个真的冤家 然后听完6号的发言 然后我给你9号一个压力好吧 你这个金水 首先你喝得特别快对不对 你直接上票给了6号 这是第一点 然后这一轮肯定不是两个冤家的轮子 我觉得我是一个平民视角的情况下 我晚上没有睁眼 我是就是他俩的发言 我觉得只能说 而且都是发金水 都是给井下发金水 那力度也是误开的对吧 没有说谁发言就比谁好吧 对不对 我们公正一点 虽然说你们大部分人都上票了 给了6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一轮6号 你要是归1号 那我票永远都挂在你身上好吧 这一轮那我给你找个扛推位好不好 4号 因为我觉得 首先4号你没有上票 所以说我可不可以这么想 你不敢给你的狼同伴6号上票呢 对吧 9号一会儿 你不要用这一点来打我好不好 你如果打我 那我在这儿 我会给你飙成一匹狼 因为我觉得你们在互作身份好吧 所以说我觉得 4号第一轮可以扛推好吧 就第一轮肯定不是两个冤家的轮次 你们想一下他们井上的发言 是不是五五开的 而且都是给井下一个金水对吧 他的金水直接就喝了给上票 然后你没有上票 那我认你一个好身份好吧 我觉得五号大概率也是个好身份 因为我觉得他的想法和逻辑 都挺公道的 也像一个民的视角好吧 然后我建议你如果是好人 你今天晚上可以来验我 我必须 我就想吃你这一验好吧 然后今天白天归他好吧 因为他没有上票 我觉得他不敢给你上票 如果你今天直接归我 那你就是一匹狼好吧 因为你说了要晚上来验我 3号这里过了 好 2号玩家 2号玩家发言 2号就是一个村民牌 然后呢其他我反正就是站边6号的 其他也没有发现什么 就听后面人好好发言吧 过 是这样的 因为上个礼拜 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就知道拿到预言家的牌 在这个选警长的时候 是要踊跃跳出来的 这样的话呢给大家指一条名道 那么呢今天我就是拿到了 这张预言家的牌 所以我跳出来给8号一个好身份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6号也跳出来 然后呢给9号一个好身份 因为像我也挺 不是很相信这个什么叫新手光环啊 但问题是呢 我应该也不算是新手了吧 毕竟已经上个礼拜来玩过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相信 我才是真正的预言家 至于今天晚上我会验一下6号 好的 过 10号 我立挺6号 就是我这样说一下 就是6号你今晚不用验3号 你直接验一下8号 因为1号他直接是验8号 他说是井水牌 草牌对吧 然后因为你是 你是那个预言家 1号他说他也是预言家 所以假如你真的是预言家的话 1号肯定是狼人对吧 然后1号上井的时候 我看见3号是 就3号先是盯着1号看 然后3号一开始没有举手 然后等1号举手了以后 3号再举手 我是这样分析 因为1号上个礼拜五 他就是跟我们玩狼人的时候 他不敢跳预言家 他没看懂 所以3号玩狼人的时候 跟他配合的时候 怕有点担心 怕他万一没跳预言家 所以3号起来跳 所以3号 假如1号是狼人 3号必定是狼人 对 参应完毕 好 9号玩家 9号玩家站6号牌的边 那你3号牌给我压力 在我眼里压力太小了 基本没有压力好吧 就是1号牌是一张狼人牌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的发言哪里不好 而是他的发言真的很不好 好吧 你既然跟我讲 1号跟6号的发言五五开 你告诉我这个1号的发言 如何跟我们6号 孙一航的发言五五开 对吧 对吧 那1号牧子姐姐怎么说的呢 我给大家复述一下 牧子姐姐的话 对吧 她是这么发言的 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我昨天晚上验了那个8号 那个怎么说 金水 金水 对 好人 这个是她的发言 她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狼人 我的队友让我汗跳 给一个人发一个身份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东西 应该怎么说 我还要编一下 对吧 这是你的心路历程 那么在这个点上 你1号就比6号差距要大 其次6号起来的 他在摘下面具的时候呢 我就扫视了一眼全场 6号玩家的嘴角是上扬的 他是在笑的 他是就很嚣张 哇 这个牌 爽 对吧 这是6号玩家的一个小表情 再其次呢 6号发言的时候 就特别兴奋 对吧 就特别直接起来就发言 5号给了那么大的压力 5号说 我不太相信1号的新手光环 那6号你要跳你就跳 那你要是打6号是狼 那么就是5 6双狼 5号再给6号低话 说你赶紧挑个预言家 我相信你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你没有打5 6双狼 那6号是不是一张预言家牌 他直接起来理所应当 我就是预言家 对吧 我怕这个9号骗我 我验了一下9号 他的心路历程 他的心态就摆得很正 对吧 所以我认你6号预言家 那么1号这张狼人牌 3号的发言是什么 今天不从1 6里面出 那你还要找个扛推位 出4号牌 你这一轮呢 姓6的是不是要出1 因为6验了一个精水 没有验到查杀 那要走对跳的预言家 姓1的呢 是不是要出6 因为1号也是验了一个精水 没有查杀 那这一轮是不是 1 6的轮次 你告诉我你要找个扛推位 你的杀心确实有点重 对吧 所以说你还是要验一下3号玩家 他要是个好人呢 那就OK 是不是 他要是个狼人呢 但我没说 别跟他对话 我们不跟狼人打交道 好不好 那1号牌今天出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张8号牌 像是一张狼人牌 因为1号牌聊8号牌的时候呢 就是潜意识里地忽略过 并且3号牌也潜意识地忽略过 这张8号牌 3号牌一直在强调 我们6 9是共编的 但是他却不强调 1 8是共编的 并且在票行上 他忘记了8号也是7票的 而记住4号是7票的 也就是说他在找人攻击 找谁呢 找不是他的队友攻击 打个4号吧 8号是我队友 4 8都7票 我总不能打8吧 那么打个4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一轮的狼 我觉得有可能是138 好不好 这是我的发言 我在你的边 今天先出这张1号牌 今晚验一下3 好的 8号 我觉得我长队 有这么像狼人吗 我就是因为我气飘了 我就心飘成狼人 而且我觉得1号 其实我听了6号发言之后 我也觉得1号是个狼人 不是说我现在在反水 虽然我是个平民 但是如果我是个狼人的话 我跳进院架 然后我跟他发个精水 好 他们说队友 互相发精水 互相喝 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认为我是个狼人 那我这个 算了吧 没事 反正平民 没事 过 好的 7号 1号已经是一匹铁狼了是吧 然后 约翁加6号 今晚上可以验一下3号 没错 然后8号的话 也很有可能是一匹 是一匹这个狼 反正他说他自己是平民 到时候旅屋晚上 可以把他直接堵死 然后我这边是个平民牌 他说他是个平民 反正就直接晚上把他堵死 然后今天早上把1号给票了 然后晚上约翁加再查一下 3号的身份 然后就差不多了 过 好 有请我们的6号 好的 今天就先归票1吧 然后我觉得4号 就是拿来挡刀的那种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算是一个名 然后4号应该就是可以排除掉 然后5号我觉得他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所以我觉得狼人 3号基本上就是138 对 然后今天先归票1 对 好 发言完毕 是的 接下来5秒钟的时间考虑一下 你心目中的狼人到底是谁 3秒之后告诉我 3 2 1 1号玩家 请灭掉你的灯 有什么遗言 有遗言的 没什么想说的了 好 那我们游戏继续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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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毒藥人是 預言家 請閉眼 女巫 請睜眼 昨晚死的是 使用 使用毒藥嗎 女巫 請閉眼 天 亮了 昨天晚上 6號 8號 離開遊戲 沒有遺言 請滅掉影片的那個燈 接下來邀請我們的行長 警長 你的位給誰 給9號吧 好 我們的新任警長 來確定一下發言順序 你的左邊還是右邊 那邊打 好 7號 從這邊 7號玩家開始發言 預言家死了 然後這邊8號死的話 1號也死了 那應該還剩一皮狼了 一皮狼的話應該就在大表哥那裡 然後 先過吧 我先看一下後面的發言 因為我這裡是個平民 我什麼都不知道 好的 發言完畢 5號 5號玩家發言 3號你必是一皮狼了好不好 6號預言家 他說他前一天說 他說我晚上我查這個3號 他查了這3號 他不把警徽飛給你 他飛給這個9號 什麼什麼 你就是查殺牌 就這麼 然後今天初三 然後18死了 那初三遊戲應該就能結束了 對 就這樣過 好 4號玩家 之前我們投票票人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投的都是1號 因為大部分都是認為 他肯定是個鐵狼嘛 然後只有3號他投的是真正的預言家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我感覺3號應該也是一皮狼 8號應該也是一皮狼吧 我感覺他現在反正已經死了 還有一皮狼就是3號 把他投死了之後 然後我覺得遊戲應該可以結束了 好了 過 好 3號玩家 3號玩家發言 如果 不是 沒有什麼如果的 6號在我的世界裡 肯定是一個假的院家 那1號肯定是一個真的院家 因為他這一輪沒有把警徽給我 我在看見自己底牌 我必然是個好人 而且他上一輪最後一句話 他撈了一句 他撈了一首4號 然後我就跟你9號玩家對話一句 如果你是個好人 你這一輪出四好嗎 我想想我有一個輪 但如果也不排除就是 在我心目中的狼位置是哪兒 就是6 7 9 4 你們四個裡面應該是出3匹狼的 就在我這6號肯定是一個假的預言家 因為你這一輪沒有把警長給我 我看清自己底牌之外 你沒把警長給我 你必是一匹狼 你第一輪發的金水 就是小狗這個不好說他是不是一匹狼 因為不管他是不是狼你都可以給他發金水 但我感覺你倆大概率像 就是狼隊友之間在打配 我這一輪就必然是一張焦點牌的情況下 我還敢盤這個邏輯 不怕9號打死我 我肯定是一張好人盤 能聽懂 就是我也不知道好人能不能聽懂 然後7號那個位置吧 一直在幫你6號打山洞 所以說我心目中的狼坑 反正就是大概率就是 4 6 7 9 8號肯定是上一輪聽了7號的話 被女巫堵走的 我感覺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你警徽沒給我 所以我覺得你是自刀的狼 然後他是被堵走的 我的視野裡肯定是這樣 然後我可能也變不來 但我是一張平民牌 然後剩下的 你們好像自己看吧 如果就是信我的話就信 不信的話我覺得我的解釋有點蒼白了 過來 好 2號玩家 我感覺我現在有點混亂了 我現在突然又有點懷疑7號 因為7號他說了說的話太少了 都在滑水 然後也沒怎麼發言 我感覺然後1號是狼肯定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覺得8號更像個平民 好 過吧 我再聽後 後面怎麼說 好 7號 我覺得廠商應該還有2個狼 我第一批我們公認的狼就是3號 這個挺強的 然後我還認為一批狼是7號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剛剛7號跟8號對視了一下 然後7號那表情也是有點 然後我4號肯定是平民 然後2號也肯定平民 2號為什麼平民因為他沒跌吧 對 就這樣 好 發言完畢 對 有話 不對 廠商只有一狼 我不會讀錯吧 我是一張女巫牌 我們裸身份打好不好 就這一輪應該裸身份打了 但是沒辦法我後支位呢 這個時候叫你們裸身份沒意義了 如果獵人這個時候跳出來跟我打一個配合 對吧 那就很好打了 我女巫我昨天晚上讀的8號牌 我覺得8號牌的發言已經是 就是在很急切地想解釋自己是一張什麼牌 這反而做壞了他的身份 而且1號牌走的時候已經認狼了 對吧 只有狼人在死掉的時候 被推的時候才沒有遺言 不想聊了嘛 編了那麼久終於解脫了 對吧 那3號牌為什麼你自己的行為很差 對吧 你自己都看得出來 你的發言是什麼呢 我不管 我就認1號育員家 我不管6號就是個狼 可是6號你這個預言家 錦輝又不飛我這裡 你的潛意識就是我認你6號是預言家 你不是厭過我嗎 我是個平民啊 你錦輝怎麼不飛我這 你前後邏輯瘋狂打臉 對吧 你又不認6 又要認6 那你自己到底在聊什麼 聊著聊著聊不對了 你又說我的解釋確實很蒼白 對吧 就是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保住你 因為你的狀態確實像個好人 4號牌的狀態像上個週五 坐在這個位置好像的那個狀態 它好像要藏起來 有點像嘛 當然只是有點像而已 7號牌應該是一張好人牌 因為7號牌打的都是對的 7號牌打8號牌 他說女巫可以讀 我讀了 對吧 因為我也覺得8號牌像 7號牌在6號牌這邊出了1號牌 他做的都是好人做的事情 他終歸是個好人吧 對吧 所以我認7號牌應該是個好人 那我們這邊都是好人的情況下 狼的話那2 3 4出 對吧 5號牌第一天上一輪就盤了 他畢竟是給6號牌 他不相信1號 警尚就說我不相信這個新手光環 是不是 那1號跟6號 1號跟5號要是狼隊友的話 我覺得出了這個直播間 可能慕子姐姐要大展一文一頓了 你怎麼不相信我賣 我賣得那麼徹底 所以我覺得5號應該跟1號不共鞭 那麼狼子可能出在2 3 4 你3號這輪發言還不錯 我留你一輪好不好 我出這個4號行不行 我留你一輪講感情吧 這麼多年的感情了是不是 那我出這個4號牌 如果4號牌不結束 他們刀我 對吧 他們刀我 那待會你們跳個獵人出來帶隊 2 3號裡面出應該沒毛病 好不好 這是我的發言 就這麼簡單 出4 好 接下來的時間 到底誰是狼人呢 用你們的手勢告訴我 3秒鐘 3 2 1 好 4號玩家 夜調一下 前面的燈 有什麼想說的嗎 好了 我告訴大家遊戲結束了 我們的拼命和神明獲勝 誰是原家 我啊 那你有自演把警輝給我嗎 沒有 燕子 我燕的是8號 我覺得我演的 我覺得我演的還可憐 每次都留到這個 不是 我第一輪以為就你起床 那你是不敢給他衝票 所以我一直特別死 然後第二輪你還沒把警輝給我 我就覺得你肯定是狼 不要看狼人 你是不是狼人 我現在要特殊關懷一下 關懷一下我們8號 8號李莫 也是狼人 8號被咳 這一期兩局 你都是被毒死的 抬一下你的 毒罐子 我覺得 下一次我拿不到禮物 我就 自爆 不要打我 你就把好人害死 把狼人給害死 就是已經 把好人害死 把狼人給害死 就是你已經 現在已經 現在我已經崩潰了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林默是一張吃毒牌 對 他兩個都是被毒死的 我玩了幾個之後 我覺得牛不毒 我反正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他們玩得也很好玩 但是你作為一個狼人 我們的2號 有跟你說 說你是平民 你是怎麼 其實我覺得你1號牌一個 就是 牧子姐你應該給我發個茶沙 這樣別人就會認為 你給我發茶沙 他肯定就會 對不起 讓你碰到個豬一樣的隊友 沒事 沒事 不過他已經進步了 起碼上周他還不敢跳 怎麼敢跳 是不是 他還要把我騙了 所以以後能當委把我騙了 這個星期的苦戀 對 怎麼樣有進步嗎 有進步呢 強烈 很難受 吃了瓶毒 好了 好 那我們一邊聊天 一邊讓我們的道具小哥 把我們的這個興奮卡收一下 你是啥 不用這樣拿到狼人 讓我太掛線了 我幾張手一直在這樣抖 然後我們的獵人應該是小 我也沒有拿到語言家過 就是我什麼叫應該是 你這樣還好嗎 我好像也沒有拿到語言家過 你沒有嗎 有還是沒有 好像沒有吧 他沒拿到過 好好看 語言家特別難拿 因為十分之一的概率 每把就重新 然後你這個語言家 居然有人不信你 對 因為以前 你要上一輪八十分給我 沒有 我上一輪覺得什麼 我覺得你拿得比較多月 你應該拿得兩次 是這樣的 你言情不一了 你上一輪還說要驗我 然後你晚上應該是拿過 你知道我拿過嗎 因為你之前就一直站邊一號 我就覺得你肯定有問題 他都沒有隊友的這個人 我就覺得你肯定有問題 我就不想驗你了 我就去驗一下8號 他那天晚上肯定會死你死就好 人肯定會覺得我吃了 還可以 4.4的續驗這個8號 8號他身體 他身體 她身體都被你說實在 他身體了 沒有 我不知道 他已經說了禮物要死他了 那個禮物要死他 他身體了 應該續驗這個三 因為這個三 我那一輪的小法是很猛 沒用這個遊戲 4679 這個遊戲林墨不死 沒法玩你知道嗎 主要是爆竟的最好嗎 要忙哭林墨 這遊戲才能繼續玩 他現在才是文句 我也沒有說 好了 我們上一輪 我們一起來回憶一下 上一集我們獲勝的是 平民 平民对不对 那所有的平民和神明 都会积上一分 然后三匹狼 该有的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这个游戏林默不死没法玩 要盲督林默 这游戏才能继续玩下去 好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把这个身份卡送上来 真的是 好像盲督林默都能赢了 对 我盲督林默赢了 赌我赌我 我作为法官 你们看不下去了 你们不要再涂它 好玩好玩 尴尬 不可怜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三秒钟的时间 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同样这一局 灯打开 我们也是这个平民视角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通过 我们这样的一个竞赛的方式 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那么游戏开始之前 请把你们的灯都调亮了 身份都确认了吗 确认了 灯都调亮了对吧 是的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第三局比赛正式开始 天空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要工具的对象 对象 对象 等会访者 现在一期视频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请验人 昨晚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猎人 请睁眼 猎人 请闭眼 天亮了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警长竞选环节 首先想要竞选警长的请举手事宜告诉我们 10号 9号 7号 6号 5号 那么由5号开始先发言 5号玩家全场唯一真预言家 昨天晚上查杀 3号 对 然后景辉留留个 希望是被摸干净吗 4 然后下一轮验6 就这么简单 过 好的 接下来6号 6号这里是个平民 然后呢 主要这个上景是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想着预言家演出一下 但是你居然跳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预言家 反正就是真的预言家就可以 就是演出一下我 我就是个真的平民 好 然后退水 好的 7号 我觉得你呢 是个平民 我明明想玩一下炸身份的 但是发现好像有人先跳了预言家 那我就退水吧 发言完毕 好 9号 9号预言家 就是 退水 退水 好 那还有谁上景啊 后面 9号 9号 就你了 就是 其实可以 可以乍身份 乍身份你不用管前面有没有预言家 你们可能还不理解这个点 就是只要你不是最后一个发言 你都可以乍身份 好吧 我今天先讲 我这里是一张预言家牌 昨天查杀 林默 很难受 很难受 因为我觉得 我是一张预言家牌 对吧 我终归能带你赢的 如果你是一张好人 我就带你走向胜利 我就验一下你 没想到验的 摸了一腿的毛 哇 狼人的毛 然后摸在我手上 那不好意思了 这个今天不能吃毒了 吃一推好不好 8号是一张查杀牌 好吧 9号预言家 就是 原来呢 就是一直想拿这张牌 因为这张牌 我觉得虽然 就是会受到很多非议 大家会来讨论你是真的假的 但是这张牌确实 挺好玩的 因为它能验人 是一张什么身份 好吧 那10号牌 那边退水了 5号退水了 5号牌这个乍身份 跟我教大家的一模一样 就是给个 随便给个查杀 然后验旁边的验完 那5号牌应该是个 偏好的身份 好吧 那你10号牌 在这个位置 是要跟我焊跳了吗 对吧 只有一个人了 好吧 那如果你不焊跳的话 那就是怂狼局 狼都在井下 就好比这里一张 对吧 今天先打飞这张8号牌 先把8号出了 那我的警会留一下吧 好吧 先留一下 这样吧 尽量留向好人的牌 好吧 先3后5 先5后3 好吧 因为5号牌 毕竟炸了3号牌 排除掉他们做身份的行 我验一下 先5后3 因为我觉得 我拿到预言家 可能狼人要刀我 会比较快一点 好吧 我8号查杀 我号锦辉 先5后3 过 好的 10号 我觉得 我帮我帮 好 这么快就帮我了 好 就帮得要快一点 这个游戏没有法玩 不是毒我就是杀我 好 天黑 好玩 请闭眼 快 等一下 你刚刚我们 大家可以把面具先拿一下 你刚刚没有自爆 不能自爆 因为我还没有自爆 可以自爆 可以的 就没有警长 就没有警长了 但是第一 那狼人杀的是谁 对啊 第一也有死的人 你直接告诉大家 直接说死讯 第一天 好 那我们的7号退出游戏 而且它会有疑言 没有疑言 因为狼人爆把疑言给吞了 直接没有疑言 因为狼人自爆是直接进入天黑 这是一个死随者 好吧 是这个 那我们的7号8号退出游戏 干嘛 好吗 接下来的时间 天黑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就是 头目善 看看 走 什么 你了 喊 我的事 使用解藥嗎 使用毒藥嗎 女巫請閉眼 天亮了 自暴進入天黑 但是昨晚是一個平安夜 接下來請警長宣布 沒有警長 沒有警長 那就由我來決定發言的順序 從聲音航開始 我開始啊 往這邊吧 對 發言 我第一個發言我還沒有看出什麼 但是那個5號之前上檢的時候 退水了 那基本上可以認定9號是真的冤家 但是因為8號的自暴 他吞了那個10號的發言對吧 那10號也有可能是真的冤家 但是我暫且現在認為9號是真的預言家 好吧 然後但是也不排除9號他跟8號是同伙 然後9號給8號發茶商 然後坐實9號真預言 不不 坐實9號這個預言家的身份 好 過 好的 9號 就是你顧慮多了對吧 就是昨天晚上平安夜 我們女巫還在 那7號牌不是女巫走的對吧 7號牌也沒有毒人 那女巫還在的情況下呢 就是首先如果我跟8號要做身份的話 那麼我的收益只存在於我的警徽流 意思就是說我肯定是要死的對吧 他報了因為我肯定要死啊 我是預言家我要吃刀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我吃刀 我的警徽要飛給那個人 3號或者5號我留的警徽流嘛 那個人可能做成一張金剛狼 明白嗎 就是那個人出不去了 這個才是套路 你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平安夜的話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誰死了 女巫救的是誰對吧 我沒有打這種格式 我查殺的是誰就是誰 所以說如果8號是我的隊友的話 他不能悶掉這個警徽 他悶掉這個警徽 我們就無法通過這個警徽 來打出這個金剛狼了 明白嗎 他報了正巧就是告訴我們 我就是一張真的預言家牌 這是我跟你們分析的 當然我不需要分析這麼多對吧 我自己底牌就是預言家 我問心無愧的 我自己就是查了誰我就報誰 然後我留個警徽流 這是我的發言好不好 就是12號牌在這邊的話 我警察也沒有聽到 那他應該是跟我汗跳的人 因為8號牌就是玩狼人 都有這麼一個思路 就是每次在狼隊友聊天的時候 總喜歡自爆 這樣子能做高 自己那個狼隊友的身份 意思就是說你看 我跟這個不共鞭巴 我爆了把他的發言給悶了 這個是一個打法 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就是8號牌自爆這個點 10號牌雖然沒發言 但我覺得10號應該像一個狼人牌 對吧 那你挑個預言家來看看 反正別人把你警徽悶了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道理 在你的視野裡面 麻煩你把你驗的人聊出來 不要緊張好不好 我先提醒你一下 我們驗了兩天的人 OK吧 5號是精水 5號是精水 然後8號是我的茶沙 5號是精水 那你把你的驗人抱出來 好吧 我們不怕 今天的話 如果10號是一張好人牌 他不跳預言家 沒有跟我搶 對吧 那我們今天聽完發言之後 大家投出自己的一票 但是我能告訴大家的是 5號是一張精水牌 我是一張預言家牌 就是在這個時候呢 7號玩家應該是一張平民走的情況下 走了一個狼人 我覺得獵人可以跳出來 直接帶隊 因為我沒有警徽 獵人可以直接跳出來帶隊 或者女巫都可以 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是三神三狼三名 我們今天一定要出對一狼 但是很可惜我驗不到 我忘了 就是兩狼三神三名 我們是優勢明白嗎 兩狼三神三名 我們一天再出對一匹狼的話 那就基本可以奠定勝局 好吧 5號精水 我今天晚上如果還活著 我驗一下那張4號牌吧 驗一下那張4號牌 因為4號牌 確實打影狼打得不錯 好 接下來10號玩家 好 這樣我來發言一下 9號就是小狗哥 你雖然沒有聊爆 但是這兩輪我運氣超好 第一輪我驗是9號分小狗 我為什麼驗它呢 因為它距我比較近嘛 所以我把這一排都驗完 然後我第一天驗的就分小狗 然後驗的是茶沙牌 然後我第一天因為沒看出格式 沒看出5號牌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第二天驗了5號牌 5號牌也是茶沙 然後我現在知道狼人是怎麼打的 因為就是小狗哥跳預言家 他把8號說奔就是8號自爆 這樣的話就是可以吞掉 就是昨天誰死的跟誰發言 然後也可以吞掉那個 就之前發言假如他要跳緊 他可以把它吞掉 所以狼人我這樣分析 狼人他是打打什麼格式呢 就是9號他先把8號撩爆 然後應該是5號先就是力挺 力挺就是怎麼說呢 他就是退水 退水他就讓別人以為他是好人 懂不懂 就是咱這輪出9號就女巫晚上讀5號 保證你相信我 對 真的 因為我晚上都坐不住了 我兩天直接把兩狼驗出來 然後一狼第一天自爆 就這樣過 發言完畢 對 好 1號玩家 好 那個先不說10號 有沒有把自己撩爆啊 先說9號 因為昨天晚上 從我的思維邏輯來看呢 昨天晚上應該是狼知道9號是預言家 然後就把他給咬死 然後呢 這時候女巫覺得9號他是預言家 不能讓他死 就把他給救活了 所以說我們預言家 還能依然活在這裡 我是相信9號的 但是10號這個邏輯好混亂啊 至於是不是撩爆 我不知道 我想聽聽另外一位老師 3號老師的發言 發言完畢 發言完畢 好 2號 我是不相信10號的 剛開始8號這個狼人自爆之後 10號的表情是這樣 什麼鬼 你自爆幹嘛 面無表情 他肯定是一匹狼 過 發言完畢 好 過了 3號玩家 我還不是龜票位是吧 3號玩家 3號玩家這裡面壓力有點大 我先拍一下身份 我是女巫 但是昨天晚上死的是10號 10號是被我抬起來的一張盤 所以說就等10號說完 他第一輪查殺的是9 第二輪查殺的是5的時候 我其實 我的內心是非常慌的 因為它是我的一張銀水 就我現在就要想 就第二天 第一天倒的是7號我沒救 第二天倒的是10號我給救起來了 然後我現在就要想 10號是不是狼自刀 還是說9號想要賣一匹狼 來提高自己的身份 但是9號確實是沒有警長這個收益 因為8號報得比較早 9號沒當上警長 但是其實9號聊得邏輯全程下來 就非常好 沒有問題是不是 但是你有一個點 你知道嗎 就你這個5號這個金水 你賊後面賊後面 我前面我就一直在等這句話 你給他發一個什麼身份 因為你上一輪也說了嘛 你要驗5號 但你賊後面你才說 給他發一個金水 所以說就是現在在我眼裡 就五九肯定是共鞭的 你們承認吧 因為九給了五一個金水 然後10號給的是9號和5號的 就要查殺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往第一輪去盤 第一輪5號請上座了 就五六裡面肯定是出一匹狼的 你們認不認 因為他倆上警了嘛對不對 就我認你五六裡面 是要出一匹狼的 然後5號上警的時候 他詐了一下我的身份對吧 然後他看9號發言之後 他就退水了 那你10號發言還沒等的時候 你就退水了 是不是9號是你的捕胃狼牌呢 我是這麼想的 就這一輪其實很關鍵 就是兩個方向嘛 就女烏仔這邊是 我挺難做的 因為10號還是第二天 倒牌的一張牌 就現在兩個邏輯挺爆炸的 那這一輪推誰呢 你是認民的對吧 他給了你一個金水 就是兩個預言家 我推不動好吧 就這一輪你當一個坑位吧 就只能 我其實我更願意 我其實我也挺矛盾的 就反正兩個邏輯 我都給你們盤清了 我女巫 然後我做了什麼 你們也都聽不明白了吧 然後我建議大家 這一輪票五好吧 然後再留兩個預言家 今晚他倆必須得死一個對不對 那活下來的那一個就是狼人 好吧 就你們這一輪 如果你是自刀 那你就再自刀一次 對吧 這一輪初五 如果他是一個茶沙 我們應該走茶沙對吧 這輪初五 就沒辦法了兄弟 過了 好 接下來四號玩家 我現在還有點暈吧 這九號他說他自己是預言家 然後他說他發了一個金水給五號 五號是個女巫 然後 三號 女巫 沒有交流 對 沒有交流的 然後三號是女巫是吧 然後之前是 十號發言的時候 八號就突然自爆 就說明肯定是他認為是 十號如果要焊挑預言家的話 大家肯定會跳不過九號 所以他是並沒有讓十號跳 所以我感覺 這集我 這集我 十號或者五號應該是 應該是狼人吧 肯定有一批是狼人 我實在是 這集我蒙燈了我 搞不清楚狀況過吧 翻演完畢 好 接下來五號 八號玩家為什麼要自爆 因為九號玩家 聊到十號玩家是要一根 是一個要跟九號玩家 焊挑的狼牌 然後九號玩家 剛要過的時候 十號玩家 剛要說話的時候 八號玩家自爆了 怕什麼 就怕十號玩家 說話說太多 露出了鬥 然後讓你們都懷疑十號玩家 然後十號玩家 然後十號玩家焊挑不成功 把它跳出去 然後只剩一個狼了 你們說這東西是不通的 所以說這把我是龜飄位吧 跟我全部把十出出去 這怎麼簡單 然後三號玩家 我先不了理 還不是你的輪次 就這樣 過 好 大家都發言完畢 接下來 誰是你心目中的那匹狼 五秒 慎重考慮之後告訴我 五 四 三 二 一 十號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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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對三 他是 他是七票的 他七票嗎 對 他七票 四對三 十號 好 十號 滅掉你雙錢燈 有什麼想說的 我可以說嗎 對 有議員 這樣說 你們真 就是 我來說一下四號的他觀點 我一開始聽到四號 就是對我說的時候 哇 我好高興 終於有人懂我了 但是他後面那句話 我就不認同 你們再聽一下我的 就是我對狼的邏輯 是這樣的 就是五號 他先就當那個預言家 他後來等那個九號 他說他也是預言家的時候 他退水 就坐定了九號的位置 所以九號一定是預言家了 然後九號開始怼八號 九號開始怼八號的時候 把八號怼崩了 然後要到我發言的時候 因為場上就有一個預言家 所以他就說他就肯定 我肯定是預言家了 因為他們兩個是狼夥伴嘛 所以他就崩了 不讓我就是跳 就是跳預言家跳出來 這樣的話就是你們會 就不相信他 所以說他們這個狼的局勢 但是這局打得真超級好 但是就我說一下抱歉 我兩輪都驗到老了 就這樣 扮演完畢 好 我們遊戲繼續 請閉眼 狼人請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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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請選擇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狼人請閉眼 狼人請請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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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請請閉眼 狼人請請 Ontario 你知道嗎 女巫 洗閉眼 天 亮了 經過昨天一晚上 2號玩家離開遊戲 沒有遺言 可以 發動技能 我帶走了 不對 是不是得卡一下 是這樣的 你沒有遺言 然後技能也不能發動 對 你只能帶人 她的技能不能發動 能發動嗎 我確認她不能發動 那就不能 起滅掉你的燈 好 接下來 因為今天我們這一局上面 沒有進展 是吧 好 我們進入天黑模式 天黑 閉眼 不要踩 踩 閉眼 狼人請睜眼 狼人請選擇你要攻擊的對象 狼人請閉眼 尼顏家請睜眼 鱗家請睜眼 尼顏家請睜眼 尼顏家請睜眼人 尼顏家 昨晚你驗的人是 尼顏家請閉眼 尼顏家請睜眼 女巫起变 天亮了 有啊 不是 那轮空刀是对啥呀 好了 长到练的就赢了 等一下 我们叨了他 你也毒了他 等一下 大家啊 我宣布一下 我们这一局 三号被狼人攻击 退出游戏 我们这一局 狼人获胜攻击 为啥猎人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要请两位老师 小狗还是大表哥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二号 是不能发动技能的 因为三号是女巫 女巫毒了二号 就是吃到毒的猎人 是无法发动技能的 而且又被我们刀了 他刚好又被我们刀 他刚好又被刀又被毒 所以二号其实挺可怜的 他本来要带五号 你本来要带五号的 对啊 五号肯定是狼人 带不带五号你们都输了 为什么要带头来 如果他不带我的话 如果他不能把五投出去 我们还有机会 对 你们为什么你们 每次这样的这些平民不投 为什么没人相信我 最开始我怀疑了那个 你的妈 怀疑了胡小狗 但是我听他就说 好像有点道理 啥 啥能掰啊 对啊 他那一轮其实就那一个逻辑 我觉得是有问题 就他很慢 他前面跟你掰一堆 然后最后他说给五号一个金钱 我就觉得那一个点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对啊 但我 不不不 是你说我是狮迷 我是狮迷 所以我就去骗了 你知道吗 好 这一局游戏 我觉得最可怜 需要更多关爱的 应该是方祥瑞 我应该还是林默 没有啊 林默是 没有啊 碰碰碰碰的 林默 林默他就是他们打配合 对对对 方祥瑞是真的就是 但是无缘无故就被刀掉了 不是 其实我曾看出来像 就无法给我打配合 但没办法 我掰不会老人 而且他又没有疑言 还好 你发音还好 方祥瑞 不要 来来来 配合 你找不到漏洞打我 你整个观察这局比赛 你现在总结发言我让给你 你要说什么 感觉这一期的狼人玩得太好了 但是 但是大家还是 还是 由大家再聪明一点点的话 好人就 你是在怪他们笨吗 我到底在怪他们 你是在怪他们笨吗 没有没有 旁观者欺貌 可能我在旁边看的话 我觉得整个 我觉得我反驳 其实我是个狼 但是我反驳就像个平民 要在那看戏你知道吗 不是 你刚刚那个牌 你知道我都惊呆了 他自爆了 他自爆了 然后他的身份牌 就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舞台上了 但是我觉得你莫方的那个点 笑好 特别好 对 我觉得你们这一句狼人 非常有缘的特别好 对 我觉得这句狼子打得好 你太能掰了 你太能掰了 我都怀疑你了 你还能掰回来 我是找你们 所有好人就 因为我是女巫视角 可能我知道心情比你们多一点 所有好人都先入为主了 就觉得小谷肯定是一个真的预言家 就10号才怎么说 你们都不信了 你们知道吗 10号这个预言家 10号的 对 两天见了两皮狼 然后他在9号发言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 他脸上的那种抑制不住的兴奋 能懂 不哭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起码我还给你抬起来了 你没直接死在第二夜 其实跟我 他刚刚你不读2号只可以赢 就是他设了我好饶你读 不不不就算我不读2号的话 他们把2号 但是我不一定能掰回来 他可以带走 不一定掰 就是不一定能掰得回来 如果这把他再随便给一个查查 我不计好人可能还不行 对 开奖了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三皮狼 可以庆祝一下 让我们平民和神明阵营 接受惩罚咯 干杯 好冰狗 然后我们刚刚统计出来的 我们这一期的游戏王 我们有说 我们3号大表哥 是没有得过游戏王的 对不对 5号展英文也没有 然后6号的 你今天全胜了吗 最近好人也没有对不对 你们觉得你们三个 有没有当中会有一个 我呀 今天全胜 展英文你骗我 好了 我来顺服一下 我们的 被迫的 被迫的 因为我是这个 9号 获得我们本期的游戏王 恭喜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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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将会请到 我们的9号吧 小狗 来把这枚 给《徽章》送给我们的 蒋依伦好不好 我最好自动 第一次来游戏王 对啊 他一直在话中间的时候 他都在说 他说他好想得一次游戏王 对 好 来 表演起来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 对吧 多么这些空气就行了 对啊 林默这一期表现 也是非常棒的 来发表一下感言 首先我要感谢 CCTV感谢 然后感谢我们公司 然后我来总的这样 我非常高兴 感谢所有朋友的人 好官方啊 好啦 今天我们的这个整个直播呢 也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每周五晚的八点 怎么了 这个大字来说 好啦 每周五晚的八点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准点地关注我们 然后呢 喜欢我们可以关注 对不对 然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希望大家在整个星期里面 有一个好的心情 以更好的心情 下期来收看我们的狼人 Trival Q 我们所有的宣说来给大家 say bye bye 跳起来呀 这是你们的歌呀 加油 对 上次他们说 你们要到舞台中间去跳啊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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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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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我们想和我一起 总ed